嗨,大家好 最近新发社记者唐时珍 外号唐老鸭的 在网上曝光了一组照片 是关于他的同学 北京大学北大的研究生 王清松和他的妻子 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 看破逢城 退避三年 二十年 自己自主练气功的新闻 这图照片已经曝光 立刻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风动 可叹的是 大陆网站已经把这个消息和照片 已经删除了 人家已经不问政治二十年了 这个消息才曝光就被删除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可以踩着这道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有些当权的人 还是怕鬼敲门的 当然也付出了 在一些人看来很高昂的代价 他们放弃了一切 过上原始部落的生活 而另一方面 王清松夫妻 还有更高的追求 那就是练气功 现在日本核危机 核辐射 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 推入山林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现在这个时候 而且在中国当前 这么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下 没有言论自由和思想人格的独立性 我们可以想见 会有不少的人 越来越多的人 会走上王清松这样的道路 一方面保存了身体 保存了肉身 另一方面 也追求到了局限的 有限的自由 这也是一种幸福 好 就说到这里 请大家看照片 谢谢大家 Thank you Wayma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